Hello,各位投資者,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電追擊09-04期 恆子跌破升通道 美團中期阻力多少呢? 我是朱光老師,來時 好了,我們今期依然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今天的修盤點評 第二個部份是恆子方面分析 亦有個投票關注 本週港股已經三年跌 已經趨向於超跌區 即將來趨勢,怎麼看呢? 今期依然會跟我們分析一下,好吧? 第三個部份,依然還有個股分析 有同質問到美團、貝豐股、小買集團 以及兩隻美股,分別是小鵬喜姐和蘋果 這些個股,為何會跟我持續關注呢? 同樣,今期依然會跟我們詳細解答 OK 好了,在賬粉紅之前,再提醒怪同 無論現在坐在電腦旁邊,再拿著手機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我最新教學的乖同學 那你們記得在YouTube的頻道,按訂閱 訂閱 訂閱完之後,再按這個黑色的鈴鐺 才能夠時刻收聽到我最新教學,好吧? 好了,終於正題 首先我們回顧前兩天 即是前日週一和昨日週二的總本提示 當然,上一期的教學已經很明顯指示了我們週一的走向 上一期週六的教學 其實賴水不是已經和大家講多了嗎? 本週的恆治賴水的一個看法呢 還有一個震蕩趨勢向上 對不對? 當然,現在目前大家都看到賴水的總本提示 基本上都是提示大家 至今現在目前來過 週一和週二就有些區別 週一就顯示流逆 週二就顯示沽出 當然,目前來過程 飄大方面 大家看到週一和週二依然在保持變闊向上 週一基本上有重要的就是提示大家 看回夜期 夜期如果高虎或者低的話 跌或者升的話 就意味著明天高虎低會比較多 所以賴水週一的一個提示 基本上就是我們週六教學 週二來說,股市信息慢變 就看到週一收完市之後 週二就提示大家 其實目前指數方面 現在出現了估出信訊 這個估出信訊就是買股指標 不是紅轉綠飄大那個 是買股信訊直接出現的 當日在這種情況出現之後 基本上至少有回落的風險 回落風險 當然,因為現在目前來說 紅色飄大便會向上 就算有回落 基本上會在大距這裏飄大之上 大多數情況之之前 就教過大家 指數方面確實或者個股都是這樣 如果是比較強的 或者太好趨勢 加上有這個資金 參與的情況之下 飄大基本上 指數方面就到飄大附近 就會反達 當然沒有資金參與的情況之下 好像我們知道 星期二收完市之後 資金開始流出 這種情況下 下行機會比較大 當然有同學問到賴Sir 星期二的時候 他說賴Sir現在 指數方面 就繼續回落 當然按照賴Sir上一期 和大家說上升通道 上一期就和大家畫了 恆生指數的時候 就和大家說有回落 到了下延 這種情況 如果賴Sir認為 星期三 即是我們今天的開市 反彈的機會比較多 當然 還要看回夜期 而且 是美股 OK 怎麼說 現在目前大家看到沒有 其實現在回落到 上升到下延 基本上 就要等待 指數方面要深入紅色飄大 這種情況 一定要修陽足 因為飄大的一個功能 每當修陽足在紅色飄大 回差的時候 特別是沒有資金 參與情況下 這種情況 才能夠滿足它反彈的機會 OK 當然 指數方面的提示 板塊基本上 都是保持這些 店力 餐飲 不過一樣 包括我們今天的總盤提示 大家看到 今天9月4日 早上8點4日 21分 李Sir已經將港股行程提示 廣播 現在已經裝了李Sir手機 版特色指標 大家看到 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藍色 就是我們上一期跟大家說的 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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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 昨天 剛才不是說了 昨天 有幾位同仁都問到 現在指數方面 現在回踩了幾天 究竟是否繼續下行 當時李Sir不是跟大家說 現在就碰到下延通道 按照技術指標碰到這裡 基本上反彈的情況 就比較大 當然有同學就比較紫實 他說李Sir利的資金還有流出 流出 說明力度是小的 剛才說了 不過 你也要結合周二的美股情況 美股如果跌得多 其實也會影響夜期 夜期如果跌得多的話 明天低高的情況 就穿這個下延通道 就比較大 所以大家看到 今天其實 最切就是跟大家強調 觀察到指數方面 回落到上升通道下延 並且 就等於回踩到紅色飄達 上延 跌到這裡 不過未收陽足 不過現在資金是加速流出 加速流出 透過夜期 推測今天廣告低去 因為夜期 因為昨天 我們知道 美股 跌了六百多點 六百多點 這種情況 一定就造成夜期 跌的機會比較大 這種情況 我們知道 是第二種情況 一定絕對會深入紅色飄達 深入紅色飄達 深入紅色飄達 就會反彈 一定要等待收陽足 沒有收陽足是反彈不到的 OK 而且反彈了 收陽足 而且最重要 還要上回這個紅色飄達 這個上延 上延 所以說 這個位置 就非常之重要 OK 當日目前來說 大家看到沒有 指數方面 資金是流出 因為股價升跌 和資金有關 飄達 持續變幅向上 因為我們知道 飄達 紅色飄達 代表太好 趨勢向上 整體趨勢 紅轉落 代表股 它和我這個特色指標 買股信號 有些區別 買股信號出現之後 基本上都是 提示大家 都是要回落 如果不是特別強 或者特別弱 基本上按照指標操作 比較多 有同學 包括有投資者 如果 這個時候 還未走得及的話 或者還未來得及 買日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不會錯過 飄達 紅轉紅 這個買日信號 紅轉六 買股出信號 當然現在轉成綠色 或者轉成紅色 按照這個 顏色的轉變 看對方向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飄達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資金 資金配合飄達是非常好的 有時候回踩的時候 如果資金 好像之前這些位置 有回踩 為什麼呢 白月28號這裡 叫短暫的回落 因為有資金撐住 現在沒有資金撐住 所以深入機會比較多跌 這就是指標的一個用法 給大家知道 當然我們知道 今天主題都說了 穿了這個太陽通道 那穿了呢 是不是就弱呢 那就跟大家分析 恒指分析 指數方面跟大家提示 那個股呢 個股呢 個股板塊這些沒有變法 那怎樣理呢 我之前跟大家說了 因為內地的製造物 用電量不斷攀升 這個對表我們經濟 這個我們知道的邏輯 背後的邏輯 那當然如果其他板塊不知道的話 其實很簡單的 大家如果有虎途牛咬 而且特別裝了賴水利特色指標的話 那大家知道 通過板塊 板塊這個都不是自大壓 虎途牛咬你去免費擔路 不過這個系統呢 是收費的 就是特色指標 在這三條橫線這裡 很添加 然後呢 打開板塊 大家看到沒有 有賴水利特色指標 大家可以放 就是能夠看得比較清楚 為什麼現在吹了跌呢 是什麼時間轉折呢 那究竟現在跌 是因為有資金日常 或者資金流出 大家看到沒有 好像現在軍工 資金流出 那現在餐飲 那現在大家要關注消費這方面 那如果一旦之後 降息之後 那消費這些方面的板塊個股 會顯得比較強勢 大家要關注一點 那當然 現在好像消費這些 其實經濟回復 那麼 店量 那些製造業工業 依然還比較強勢 我雖然沒有看現在 它這個飄帶收窄 那其實大家看到沒有 從它中長期看呢 已經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周善月線 是中長期 那大家看到 石油這些 都相對會比較強勢 那當然現在收窄 乃常認為現在和現在的行程有關 短期的 OK 這就是板塊方面的提示 好吧 那講完我們早盤提示 我們講回今天的去市情況 今天虎盤呢 17474 低虎 果然沒錯 這個就因為美股影響 受美股影響造成的整態 那當然現在整態 大家看到沒有 收市17457 其實一到來 都差不多有回復到17500 這個位置 最終收市194 跌幅 那當然現在目前來看 大家看到沒有 那其實盤裝一到拉升 最低的時候 跌到300多點 那這種情況 來17620 這附近 那有沒有機會呢 那當日 乃常認為現在這個位置 回回上 那明天的一個 明天呢 升幅的機會 是比較大一點的 那當日大一點的話 那乃常認為呢 小力度會比較多一點 為什麼呢 那乃常認為現在大家看到 恒生指數分析 那恒指分析呢 按照乃常教學思樂國 制限性政策 最佳技術分析 那當然我們知道 目前來說 現在 因為周三 跟大家說 就比較 簡單劣 那現在的一個 外圍因素 是什麼呢 那我知道 現在港股呢 今天呢 有一個跌幅是怎麼來的 因為呢 昨天呢 英偉達 英偉達 就跌到 10%左右 左右 然後造就成美股呢 就跌 跌當中呢 影響今天 亞太股市呢 就弱 這個是今天我們跌幅的邏輯 本來呢 按照技術分析來講 其實今天 少少低虎 是會反彈的 那說明呢 最加上今天呢 就產生歷口 歷口產生呢 就說明呢 是弱勢 那當然現在我們 關鍵要看哪個位置呢 或者明天呢 它繼續走 即是它走勢會怎樣呢 我們最後下一個環節 技術分析好不好 技術分析我們 我們跟大家說了 我們分析港股呢 我們看看恆生指數 那恆子我們知道 指數與指數之間相互影響 那我們知道美股呢 它影響夜期 剛才到 從中科目跟大家強調 夜期呢 影響高 或者低虎 啊 恆子因為它有成份股700 3690 這些九格八八 那它趨勢跟它嘛 對不對 那當日美國的隨庫呢 又集中在股市 而且呢 科技是第二次生產 我們研究美股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知道要看回奈斯達克 剛才不是說了 因為達克一跌 跌得比較多 造走成 奈斯達克指數一跌得多 從而知 影響我們道指 對吧 所以現在目前我們看回 美股科技指數 它的一個走勢 是怎樣的 那現在從短期來看日線託 奈斯達克 其實大家知道 昨天跌得比較多 穿了紅色漂達 資金呢 其實一直跟大家說 有資金流出 這個短期 當然如果從中長期看中期看周線 大家看到 那斯達克周線圖呢 依然是非常漂亮的 直向上 對吧 雖然飄帶沒有變闊 不過來講它現在 我們紅色漂達限遠這個位置 暫時還沒有跌穿 還沒有跌穿 還沒有跌穿之後呢 16917 還沒有跌穿 那如果一旦這裏 收如紅租的情況之下 又有反彈信號 北京現在資金呢 在流日 雖然說這裏很薄 不過它還沒有轉綠燈 好吧 那最加上金融 李Sir和大家說 資金呢 美國除負責了股市 所以說 美股呢 確實有強勢 它就算要跌 就像這個位置 那大家要雙重部分線 打到這裏 就算有跌穿紅色漂達 最多都不會跌到這裏 15900 OK 那就是李Sir和大家說 所以短期有調整 其實呢 都是給大家機會 因為暫時目前 大家看到 李Sir認為 現在美股的島 暫時 不會有什麼大跌的一個跡象 這就是特斯達克 那我再看看 道指 道指 大家看到沒有 現在剛剛短期 就跌到這裏 紅色漂達 上現 那李Sir認為 今天可能 會在這裏 上落 或者深入少少都正常 因為畢竟現在 資金是流出 大家看到 那從中期看 道指依然是一樣 是非常漂亮的 紅色漂達 資金還有流逆 雖然現在出現沽出 那麼最多 就四萬點以上 跌到這個位置 紅色漂達 跌到因為資金入場 就算回踩 有資金 基本上 都會跌到紅色漂達 上現反達 就是李Sir和大家說的 所以現在目前道指 在短期的調整當中 我們再看看上陣 但是美股現在跌得太多 A股不用說 本身就不太強 現在跌幅 其實就做就成 他又進入超跌 我上期已經和大家說 如果再跌的話 最少於0 超跌 就絕對 當然 我們知道 恆子跟上陣 這次會不會跟他一樣 超跌呢 OK 等一陣 都要再看看 恆子的技術同比 不過現在從整體來看 上陣確實比較弱 因為周線 大家看到沒有 周線 沒有再超跌 不過資金和漂達 都是向下行 一線 還有超跌 超跌了之後 其實 都有機會反達 因為超跌就反達 機會是跌出來 所以整體 大家看到沒有 現在兩大指數 其實 美股 大家看到 中期 就向上 短期 就回落 上陣 A股 中期 跌 短期 現在 都是跌 等待 反彈 等待 那 當然 港股現在 會不會 因為現在港股被A股強 會不會 趕下它之前 反彈呢 我們看回港股本身周線 因為本周還未結束 所以目前來看 現在暫時看到 資金還在流日 當然 大家看到沒有 這個 紅轉綠 已經轉綠色漂達 而且這裏出現了 估出信後 這裏出現了 估出信後 那裏出現了 現在大家看到沒有 恒至 其實這位置出現了 估出信後 那裏出現了 現在的綠色漂達 下延這裏 是需要回上去 守住 畢竟現在有資金 暫住 目前整體是看 它在綠色漂達 頂多的調整 除非這裏的資金流出 那那裏的回落機會 才比較大 好吧 所以目前大家看到沒有 從周線級別來看 這個壞字17660這個 一定要守住 守不守得住 暫時來看 資金還在流日 是有機會 從中期的一個趨勢來看 那短期呢 有沒有補足買賣位呢 因為我們知道本月初 其實上一期 8月31號 已經和大家分析了9月 那本月呢 其實呢 沒有強弱日 因為7月過後呢 就是沒有強弱日 一直到 12月才有 12月才有 OK 那現在目前來說 上個月 上個月 已經和大家說了 8月7號 就轉折 那今個月呢 不是和大家說兩個時間 一個呢 就12號 一個就25號 那對於新同學來說呢 他就不知道這個時間 怎麼來的 這個轉折 轉折 那當然這個時間呢 是利用我們菲波納契索列 而且呢 這個是菲波納契索列 萊索自創的 叫做 情軸膠跌式 菲波納契索列 從去年11月初 開始用這個方法 萊索認為是挺好的 因為它能夠更加準確 提升過它的轉折位 讓大家能夠看到 為什麼當日會有轉折 那當日這兩個 兩組以上的白色菲 對應的話 它的轉折力更加高 那當日現在 萊索還加了一個 藍色通道 就是上升通道 剛才和大家說的 上升通道 那今期呢 我不是和大家說 已經跌破了上升通道 本來按照它的一個技術指標 那這個呢 是繼續反彈的 因為呢 受美股的影響呢 那今天弱勢 那目前來看呢 那這種情況呢 按照我們的技術傳統來看 三日之內 三日之內 要回到我們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那因為我們本周呢 是沒有轉折的 因為這個時間呢 是我們9月12號 是下週 所以目前如果 一旦弱勢的話 那時間沒有轉折的話 那基本上 它延續之前方向比較多一點 那當然因為這個是 我以為 因素的一個影響呢 那所以來講 我們看回 現在目前來看 它整態是怎樣 因為現在還產生一個歷口 這個歷口 這個歷口 歷口剛才和大家說 對表弱勢 所以有沒有機會呢 那我們看回日線圖 日線圖大家看到沒有 因為目前來講 我們要上回 這個上升通道 基本上大家看到 是等於我們周二的 周二的收市價 周二的收市價 一定要上回 這個位置剛剛好 就是紅色飄大 上延邊 剛剛好 也是我們上升通道 這個下延 所以我們即將下來 三天之內 我們看到 一定要上回 這個位置 當然要上回 我們要看到 這幾天有沒有反彈信號 對不對 那有沒有反彈信號 現在從日線圖的 技術面來看 現在資金流出 現在趨向已超跌 就比較難 當然 那麗Sir物教大家 明天有沒有 即是說 有沒有反彈信號 我們可以通過 幾種方法 首先我們看到 從外圍 外圍因素 第二個 就是外匯 夜期 之前一直教大家 尤其是夜期 對不對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30分鐘圖 我看30分鐘圖 可以預測 未來一天 好吧 首先我們看回 30分鐘圖 技術圖 因為現在日線圖 看不出 從30分鐘圖 來看 大家看到沒有 技術指標 現在目前來看 我之前問過大家 資金 如果產生背池 背利的話 是不是它未來 就會 拉升 好像日線圖 好像我們日線圖 這裡 是不是產生了 底背利 所以說它現在 就拉升 其實30分鐘 是代表未來 即是一日之間 現在目前大家看到沒有 30分鐘這裡 產生底背利 底背利 這裡沒有創新低 不過股價還是繼續跌 所以來說 如果明天 如果夜期 夜期 不會跌太多 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 明天反彈機會比較多 所以說 我們要看夜期 和外匯 外匯現在大家看到沒有 先看夜期 夜期 大家看到沒有 現在 暫時來看 現在是否收了陽足 從目前來看 因為今晚美股還未開始 現在暫時還不看 所以大家要關注今晚夜期 如果今晚夜期 如果今晚夜期 現在這個 無論它升還是跌 升更加不用說 跌如果跌不多 基本上 明天就會反彈 很大機會 可能還會收支小陽足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資金 還有流出狀態 大家看到沒有 現在從我們夜期 提前一天 明天 還有一個資金流出的情況 所以說 這個關鍵 很大機會 可能還要看周五 這個 賴Sir從現在的夜期 看 從外匯 外匯角度 現在美元指數 因為美元指數 跌的話 人仔又升 我之前和大家說 人仔升的情況下 對於我們港股有利 對不對 現在美元指數 大家看到沒有 再次收音速 再次收音速 又回落 相對來說 人仔 大家看到沒有 人仔一直向上紅色 所以現在資金流出 所以整體來說 人仔相對比較強 所以總結來說 大家要關注 比如說 我們這 周四和周五 周四 那明天 收支小羊足的機會 可能會比較大跌 大機會 那當然 那能不能夠突破這裏 那如果明天突破不到 我們要看周五 畢竟現在資金流出 那如果一旦進入超跌區的話 可能還會持續三到五天 所以這幾個因素 大家要關注 一個就是時間方面 周四、周五 一個就是位置 17620 然後呢 還有一個超跌區 有沒有進入 去判斷 那當然如果這兩天來過 能夠上回17620 就最好 好吧 這就是賴Sir和大家分享的 行指分析 OK 那當然 賴Sir還要和大家說 那這幾天跌 不要緊 最關注我們9月 一定要等到減息 減息 減息 升至我們關注的一個重要因素 好吧 減息之後 基本上 中期 才是太好 現在賴Sir還要和大家說 港股升跌本質原因 現在中美關係 其實 都相對比較穩定 那現在 美元 弱人仔強 外國資本 才能夠入場 港股才能夠升 而且是中期的 這個就是重要因素 好吧 那對於賴Sir教學當中 這些工具 系統非常感興趣 最近都比較多同學問到 尤其是 今期都講了幾個個股 小胖的汽車 剛剛裝了 進階版的 旅部學員 大家都有問到 這個系統 其實就永久使用 不需要搞零費 所以 早安裝 是最有好處的 而且 在他同時可以看到 港股美股 而且在平板手機 都可以看到 濕時報價 大家都非常之關注 在哪裏能夠找到 賴Sir這邊呢 在視頻下方 視頻下方 找到相關 然後怎樣呢 就連到賴Sir這邊 OK 那最後我們下一個關節 個股分析 個股分析 美團 匯豐控股 小米集團 小鵬汽車 蘋果 講到美團 其實上兩期 賴Sir分析 有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 賴Sir從技術指標來看 因為 大家看到沒有 當時我和大家分析過 這隻個股 當時在這個位置 上兩期 大概週三 跌穿 從技術指標 跌穿了 下行壓力非常之大 當時這個位置 還沒有 剛好 是因為出現了什麼 出現了熱跡 熱跡方面 賴Sir是 沒有考慮 在裡面 賴Sir比較忽略 再加上最近很多個股熱跡 都是不好的 所以來說 大多數個股 跌得比較多 因為一出熱跡之後 影響了 它本身的股價 所以賴Sir比較忽略 所以 在這裡 跟大家說抱歉 好吧 考慮不周 OK 當然現在來說 因為它的一個股 就是它的熱跡 出現了 高於二期 然後 令它的股價飆升 產生裂口 現在轉紅色飄大 現在大家看到沒有 它現在莊家又去設拉升 不過大家看到沒有 我發現 這個莊家線又快穿成本線 這兩條線 又會 兩條線 又會 相靠差 這個情況 就做了 它繼續升 所以 呂布學員問到 賴Sir 是不是又會持續跌 當然 持續跌 之前三月初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美團是太中期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團在這個位置 已經 它已經 轉紅色飄大 轉紅色飄大太中期 而且 現在雖然飄大收窄 它依然還沒有轉綠色飄大 所以現在目前來講 它還繼續上升到哪裡 因為現在1比19 前幾一 賴Sir說 雷布學員 告訴大家 就繼續拿著 當然現在 究竟在哪裡 如果 你有AB到餐的投資 就知道 如果裝作的 初過三幾下 可能暫時不知道 那你有打個雙重暴現線 SBS 這個位置 大概 乃Sir認為 保守一點 乃Sir認為 會到125 可能臨近這裏 129 125 如果繼續升 的情況下 這個 要止贏 不要貪 就算是升穿了 都不要貪 好吧 這是美團 OK 這就是3690 因為裝家 線穿裝家 尤其是穿了 成本線的情況下 不是爆升 就會持續升的機會 比較多 因為從日線圖 大家看到 鐵主的雙重本線 看不到 從周線級別 就可能會比較明顯 好吧 這就是賴Sir跟大家說 美團 OK 講完美團 我們講回匯豐五號仔 五號仔 當然 大家看到沒有 之前這裏 靠叉一直升 當然 其實 從周一的時候 就出現沽出信號 那位 忠實粉絲 就已經按照指邊側限 減了三分之倉位 去跟我說 當然不錯 那 確實 現在我們看到 周三 今天還產生裂口 那這個情況 賴Sir認為 因為他已經穿了紅色漂打 所以來講 從日線周線 他本身有強勢股 從周線級別 66.50 這個位置可能有少少支持 日線短期來看 但是呢 乃Sir認為日線短期 都是差不多 乃Sir認為 大概在這裏 這裏 有個中線的 紅色漂打 大概是66.02 乃Sir認為 會有支持位 支持位 那確實現在最低位 都跌到66元 這裏 又反彈了 所以大概在這個位置 乃Sir認為 可以 入貨少少少 OK 這就是五號仔 好吧 那完了 五號仔 現在講返小米 01810 小米 其實 呂布學員 都一直跟著 最關鍵 就是這個位置 之前 有 呂布學員 裝作這個 進階版的 大戶級籌 就告訴我 乃Sir按照你的 特色指標 在這個位置 就入貨 當日我也是 謹慎為主 大家的關注 還有這個 蟹貨 蟹貨 如果 這裏 微低於20 他可能 這個吸籌 就會失敗 很難建倉 如果一旦高於20%的情況下 他建倉就成功 那果然在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沒有 那果然在這些位置 那 交叉線 兩條線 繼續拿著 那當然現在小米 因為現在 受大事 影響 現在回踩 那相對 小米來說 因為之前有這個 大戶機構 吸籌 相對會比較強一點 那大概 會在這個位置 紅色飄帶上 18元半 這個位置 大家關注一點 那如果能夠收揚了 就反彈 不收揚了 那最下行少少 大概是中間線 18元這裡 18元 一個就是18元半 這兩個位置 大家要注意一點 好吧 這個就是小米集脫 好了 講完了小米 那講最後兩隻 小鵬汽車 和 蘋果 小鵬汽車 一位來講 剛剛裝了進階版 同學 問到 賴Sir之前 在這個位置 剛好裝了你的系統 剛好出現了 這隻大活吸籌 當時他也問到這隻 那當然這隻 目前來看 從大活吸籌 不是同一個 一定要低於20% 散活 而且從目前來看 大家還要關注 那天 小鵬汽車 從周線看 中期看 一定要搜回 7元6 這個位置 大概一到兩周吧 這個時間 好吧 再等待小鵬汽車 講完小鵬汽車 講蘋果 AAP 蘋果 蘋果 大家看到沒有 目前來看 周線日市 都是強勢股 不過這個蘋果 最關鍵 大家看到沒有 220元 220元 如果守不住 目前來看 太大塔 大家就要沽 了 OK 這就是禮削 跟大家講的蘋果 今期節目時間 又講得比較好 下期什麼時間 下期依然是 每逢周三 和周六 這個教學時間 保持不變 好吧 今期節目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會 拜拜